逛馬路走到一半 後方突然有輛客運左轉過來 下一秒發出巨大聲響 車子不小心撞到人了 我們用這樣的都是地燈 對 結果只有民眾 很大的不夠 旁邊的民眾聽到聲響 趕緊上前查看 只看到北北倒地不起 駕駛也趕緊下車 馬上報案 救護人員趕底現場 有人在實施CPR 有人在忙著準備固定版 來來回回要快點把伯伯送往醫院 11號早上8點多 花蓮花道街與中美路口 發生一起車禍 17歲的客運駕駛結束行程 開回轉運站停車 在路口處左轉彎時 沒看到過馬路的92歲老翁 煞車不急直接撞上 沒看到 真的沒看到 意思是因為A柱死角遮擋視線 才會釀貨 老翁當下倒地昏迷不醒 送往醫院的途中 一度沒了呼吸心跳 搶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駕駛沒有酒駕 初步認定是駕駛為禮讓行人 才會釀貨 將會依照道路交通處罰條例開罰 最重恐怕會吊銷駕照 詳細照則原因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大客車實現死角較多 近期也頻頻宣導 執行路口停等禮讓 經過轉彎處更要多加留意 但這回還是發生函事 TVS新聞高中藍庭 歡迎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